HELLO 大家好我是刺虎 歡迎收看今天的電玩亂報 上禮拜因為搬家的緣故 只有在禮拜一發布了一部 1月的遊戲推薦 最近已經搬過來了 剩下一些後續的整理 會盡快讓影片恢復到原本的發片節奏 今天的亂報背景也是臨時的背景 未來會有專門的亂報背景 目前還在整理當中 各位之後記得來看影片 就會看到了喔 這週依然還在新年月 所以電玩的新聞也不算太多 但卻有一些讓人很興奮的新聞 那就讓我們趕快開始今天的電玩亂報 首先第一則新聞 SD鋼彈 G4帶 火線縱橫 將於3月5號推出 收錄完整附加內容的決定版 SD鋼彈 G4帶 火線縱橫 白金版 遊戲的玩法是戰棋類的遊戲 這個版本的SD鋼彈 有收錄我有看過的 機動戰士鋼彈鐵血孤兒 但之前我也忘記我為什麼沒有買了 這次剛好在全DLC收錄的狀況之下 我應該會把它買下來 另外系列作品的前一個版本 SD鋼彈 G4帶 創世 也將於3月25日推出 同樣有收錄全DLC 但我應該只會買一個版本就是了 第二則新聞 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 路易吉洋樓啊 其實不是任天堂本家自己開發的遊戲 它是授權IP給其他廠商 專屬為了任天堂的主機開發的遊戲 這間開發路易吉洋樓的遊戲公司 Next Level Games 在最近被任天堂直接收購成為子公司了 換句話說 路易吉洋樓未來的新版本的血統 就又更純正了 原本任天堂跟他們之間的關係 是有簽署專屬的合約 讓他們專門為了任天堂開發遊戲 這次讓任天堂直接買下來的原因 確實值得思考 會不會是另外兩間廠商動作太多等等 不過對玩家來說 這樣Next Level Games 或許就可以獲得更多任天堂的資源 開發出更多好玩有趣的遊戲 我們怎麼想都是賺的啦 第三則新聞 其實這則新聞我報的意義不太大 因為時間已經過了啦 香港的任天堂於1月9號舉辦了 《馬利歐賽車8豪華版線上大賽》 不需要事前報名 只要在時間內輸入大賽的編號 就可以參加活動 不過我沒有看到這次有獎品就是了 只有寫積分前50名的會有公告 反正時間也過了也參加不了 第四則新聞 Tetris 99 最近又有新的主題活動了 1月8號到1月12號之間 只要玩遊戲累積滿100點數 就可以獲得卡比群星戰2的主題 我最近也已經找時間把它打下來了 其實累積滿100點真的不需要很多時間 但就要看各位有沒有喜歡這個背景了 我是如果記得的話都會去打一下就是了 大家有興趣的也可以去把它打下來 第五則新聞 卡普空在1月7號當天進行了魔物獵人的特別節目 節目中公開了一些大家期待很久的資訊 首先是我昨天直播有三貓的 魔物獵人RISE體驗版 目前已經可以下載遊玩了 時間是1月8號到2月1號之間可以遊玩 單人任務只能玩30次 但是可以刪掉紀錄重置30次的紀錄 這次的試玩版也可以體驗到全部的武器 並且每把武器都有搭配好兩招翔蟲招式 大家進入試玩版之後 可以先進入教學模式體驗看看 或是跟我一樣邊玩邊問別人 官方也有推出了新的動作指南教學影片 不想要花時間慢慢摸索的人 也可以考慮先看看官方的教學 翔蟲除了可以飛來飛去之外 這次還公開了新的系統 超龍系統 透過在魔物的背上拉翔蟲可以騎乘魔物 騎乘魔物之後可以進行兩個動作 第一個是可以控制魔物去攻擊別的魔物 魔物對魔物造成的傷害是真的蠻高的 那如果遇到沒有其他魔物的狀況 也可以控制魔物直接去撞牆 撞到牆壁的傷害也是真的很高 或是你可以騎乘魔物去尋找地圖中的其他魔物戰鬥也可以 但唯獨要注意的事情是 超龍是有時間限制的 被其他魔物打到是會扣時間的 所以掌控好超龍的節奏也非常重要 超龍這個系統沒有意外的話 就是代替原本的騎乘系統 我在使用超重棍的時候 空中攻擊命中的動畫跟地板攻擊的不一樣 只是我也不確定這個超龍值的累積狀況到底如何 另外遇到一些特殊的狀況可以直接超龍 例如兩隻魔物在打架 或是你有拿到環境生物等等 光是增加了這個系統 都讓這次的魔物獵人變得豐富超級多 另外這次還有介紹雪地地形 以及雪地中會出現的魔物 包含我們熟悉的白兔獸 綿狗龍王 冰牙龍 被改名成奇怪龍的 烘龍 還有新的雪鬼獸 其他地形中還有我們熟悉的一些魔物 例如經典的火龍 以及在Double Cross中我超喜歡的 炮狐龍 炮狐龍在這次的體驗版中就可以搶先狩獵了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打一下 另外這次也有公開了一些村莊的資訊 我就不一一介紹了 之前也有宣布數位的限定特點 裡面有貓狗的外觀裝備 也在這次公開了實際畫面 大家可以自己斟酌要購買哪一個版本 我在這次玩過體驗版之後 對新版本的滿意度是真的很高的 非常非常希望可以趕快玩到 有夠希望遊戲可以快點出 不說了 我等等放到結束之後再去打個機場 第六則新聞 特殊動作遊戲 秋葉托物語 最初回憶加強版 預計將於5月推出 這款遊戲的背景是在日本的秋葉原 並且有忠實還原秋葉原的接近 主角是因為一些原因來到這裡 卻被捲入了奇怪的事件當中 於是開啟了 脫衣戰鬥打敗吸血鬼的旅程 這款遊戲的概念 我覺得很有趣 只是為什麼 每個禮拜都會有 能夠讓我被稱為社狐的新聞出現 如果5月有時間可以玩的話 我應該會買下來玩看看 只是這個能直播嗎 第七則新聞 之前亂報有提到的 A列車開創觀光計畫 預計將於3月12日推出 我對這款經營列車的遊戲 是真的很有興趣 但本來沒有購買慾望 是因為這種經營模擬類的遊戲 要是沒有支援中文 其實真的會很難玩耶 沒有想到 他這次居然公告說 會有支援中文了 看來我的列車關光計畫 可以準備發動了 只是2月底 有牧場物語 3月還有魔物獵人 會不會到時候根本沒有時間開車啊 最後一則新聞 拳皇15公開了首部宣傳影片 其實這則新聞放在這裡有點怪 因為不知道會不會推出Switch平台 目前推出的平台還沒有公佈 但考慮到之前的四魂小 有推出在Switch上面 所以或許可能有機會也說不定 另外四魂小也在這次 公開了計票3登場的角色 預計會在第一波推出查姆查姆 第二波推出高靈響 四魂小作為一款以劍來對戰的格鬥遊戲 我其實是有買Switch版本的 但DLC就一個都沒有買 買來主要還是跟朋友輕鬆玩而已 倒也沒有想要打到很厲害就是了 所以新角色的推出我就不會太興奮 應該也是不會買 以上就是本週新聞的部分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Pamiton公布12月28號到1月3號 日本地區的遊戲銷售排行 因為上週沒有分享的緣故 本週會在畫面上補上上週的銷售數字 給大家參考 第十名 賣出45354份 第五名 Switch平台 電電堂明星大亂鬥特別版 賣出54,865份 第四名 Switch平台 健身環大冒險 賣出70,714份 第三名 Switch平台 馬力歐賽車8豪華版 賣出83,853份 第二名 Switch平台 集合蠟動物森友會 賣出94,382份 第一名 Switch平台 淘汰狼電鐵 昭和平成令和 也是基本款 賣出19,0427份 以上就是12月28號到今年1月3號的遊戲銷售排行 連續三週的排行榜上的排名有變動 但實際上10款遊戲都是一樣的 造成這樣的原因是因為現在剛好是日本的過新年嘛 很多人會在新年選擇買一些派對遊戲 同樂遊戲 或是在這個機會把Switch買下來 這也說明了 任天堂主打全年齡的政策上 真的很成功 很期待今年 任天堂能夠有跟動森一樣 突破天際表現的遊戲推出 然後到了新的一年啊 淘汰狼電鐵到底還能夠連續多少次第一名呢? 那在看完銷售排行之後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日本任天堂公布 接下來這一週 日本eShop即將發售的遊戲 1月14號 瘋狂捕捉 可能是對戰類 不支援中文 墜落白木達 解謎冒險類 支援中文 找不到翻譯 俯視射擊類 不支援中文 德米特里奧斯 大玩是不公的冒險 解謎類 不支援中文 支柱 逃生拼圖 意志類 支援中文 平Ridex 彈來彈去類 支援中文 不支援中文 節奏戰鬥機 節奏動作類 支援中文 異世界九場六重奏 FOR2 真相類 支援中文 1月15號 施平尼的旅程 電流疾疾棒類 支援中文 2月15號 2月15號 3月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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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5號 3月15號 以上就是接下來這週即將會發售的遊戲 接下來這週我一定會買的就是九場了 1月14號當天晚上會直播 之前我已經有玩過第一部了 還沒有看過的建議先去看看當時的劇情 我在想這次的劇情會是有連貫性的 有點期待會有怎樣的發展 那這次的電玩亂報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希望可以幫我按一下喜歡 我會祝福你玩遊戲都不會卡死關 那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記得下次要來看哦 我是赤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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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